这是我60岁的妈妈 这是她年轻的时候 这是她现在的样子 她很臭美 也很开朗 喜欢当模特 跳舞 也爱自娱自乐拍视频 拥有了自己的微博账号 B站账号 还有抖音账号 还参加了北京时装周走秀 活出了最好的样子 也希望她越来越好 Hello 大家好 我跟孙姐已经很久都没有录视频了 大家是不是很想念它 就是众所周知 我有一个气质非常好 保养得非常好的妈妈 这个确实是的 就是孙姐从我大学的时候 所有见过她的同学和朋友 都会说 你妈妈好年轻 天哪那是你妈妈呀 所以今天可以来分享下 她的这个不老秘籍 好吗 孙姐 好 孙姐 来 按照你的大纲来说一下 其实关注我的粉丝们 可能对孙姐有所了解 孙姐从小来也是个 甜爱臭美的人 我一直都觉得 我的脸长得不行 因为尤其是在我们家 他们家四个兄弟姐妹 另外三个都是大双眼皮 因为那个时候 对审美这方面来 还没有太多的认知 都是大家讲 你们家那几个 就你长得差一点 但是我挺爱臭美 在我二十多岁我就想那些 反正不能让自己发胖 你不能说 要啥没啥吧 年轻的时候 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我生活上就比较注意 再加上还有我个人的 本身的一些习惯吧 我爱运动 在单位上就喜欢参加 各类的什么的 球内运动啊 还有一些健身运动啊 还有文艺活动啊 八小时以外 就坚持跑步 早上不跑步 晚上的时候就散步 没有特殊情况 基本上是风雨无阻 下小雨发 打着伞道去运动 到四十岁的时候呢 又流行开始跳广场舞了 健身操了 但是我那时候没退休 我只能利用晚上时间 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么坚持 等到我退休以后的时候呢 在这个运动上面的认知呢 可能又更有提高了 并且还知道了 局部的健身 因为这是那个虽然不胖 但是那个腰部啊 对 肥是吧 问说孙姐现在的肚子上的肉 比年轻的时候还要少 她年轻的时候肚子可大了 比我那个怀孕的蛇还要夸张 你做了什么运动可以受腰的 这叫做外打正招吧 是无意之中 有一个同事就约我去学拉丁舞 因为拉丁舞我从来没跳过 我想感受一下 我就去抱了一个季度 拉丁舞说几老实话 确实是很不适合我们这个年纪 但是交了钱呢 你不学也不行 哈哈哈哈哈哈 第一个动作你知道的 第一个动作就是扭胯呀 哎呀 头一个月我是咬着牙撑下来了 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有信心了 我这腰上的这个肉紧了 腰明显的瘦了 哎呀 我就有动力了 我会包着三个月 不喂别的 把腰上的肉剪掉 就是有最大的收获 后来我又抱了模特班 小模特能提升我的整个气质 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啊 你又会注意走路 摆个菜呀 走个路啊 我都特别注意 我现在这种情况下 不上课的时候 我在家里面 我自己一定会运动一个小时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对于我这种不爱运动的人 就是我特别难去开始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那你还没体会到出汗的感觉 我用我感觉出完汗以后特别舒服 可能你这个意念还不强 你对自己这个形体 有一个规划的管理的时候 你吃多了就会有种罪恶感 你不锻炼以后 你就会有个内疚感 有啊 是有啊 但是还是不会动啊 但是还有一点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一点一点 有进步也有兴趣 我就是每次就是 还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的时候 我就已经就是停止了 这个像对你年轻人来说 在你这个阶段是好 年轻人 我又不是说我坚持有特别好 也有短时间泛滥的时候 就老了之后反而坚持得更好 老了以后反而坚持得更好 所以啊 年轻人嘛 现在胖一点啊 就是懒一点不用担心 年纪大了之后 诶 可能就心情大变了 有一点一定有个坎 你不能让自己太胖了 胖了以后你就没有心情减下去了 一定要把握这点 然后下一点是什么 迈开腿 还有管住嘴 这是肯定的 我先来说他孙姐的饮食 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是做不到 他每天晚上在家 就是水煮青菜 加那种杂粮粥 也不吃零食 然后吃的东西里面 就是少油少盐 非常少 20多岁的时候 饮食上没有太注意 那个时候饮食年轻 条件也差一些 好不能吃的 还要节食啊 那不能见 疯了 真的从饮食上开始注意的时候 是30多岁 但是那个时候注意的 就是调整 要合理安排一天的三餐饮食 早上一定要讲营养 中午一定要放开始吃饱 吃好 要是中午的 中午还是可以 就是放人一点 你人生就没乐趣了 这么多钱 不吃 花不来了 这个时候弹幕上肯定会打 也没有挣很多钱 晚上这一顿 就像大老天说了 30多岁 我就喝五股杂粮粥 然后青菜 我就是白做 快40岁的时候 我就坚定了 晚上我就不吃肉 不吃荤 刚开始了 是肯定肚子饿嘛 但是等你调整过来以后 适应了以后 就没关系了 还有晚上我有个很好的习惯 我每天晚上 我必须要喝酸奶 坚持了很多年了 到现在 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么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一定要控制零食 你不能放下碗就去拿零食 那你就减肥没有用的 我就是 你说有些东西 我也想吃 但是我只是尝一下 但是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 我就不买 家里面没有 不管是我跟我爸妈 住在一起的家 也是我现在自己家 家里面就是 找不出来吃的东西 因为我是那种 家里面一旦有吃的 我就一定要把它吃完的 那种人 知道吗 我也有点那个劲头 后来就慢慢养成习惯了以后 习惯也就成自然的 当然一定要吃点水果了 但是水果要保证在 晚上8点钟以前吃 大老天有一段时间 90点钟吃西瓜 不是把肚子吃好大 绝对不能那样吃 对总的来说就是 不用节食 就把握一个大原则 晚上就是尽量少吃 尤其是那种油多的东西 你把你想吃的东西 放在三五吃 三五吃没关系的 有一下午时间消耗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吃个月饼 到下午 我是肯定不会再吃了 调整好以后 你就是说胖 你胖不了哪里去 好下一个 可以讲护肤对吗 我猜你们可能会想 美妆博主的妈妈 讲护肤肯定是 道理一套一套的 我跟你们讲 还是我当了美妆博主之后 我给孙姐 或者是我从那个 品牌爸爸寄的一些产品里面 选一些比较好的给孙姐 他才开始用一些 贵的护肤品 最门不知嫌 你都用了什么东西啊 你都用了单位 发的那种老保 老保产品 我们都是工薪阶层 在三十多岁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发什么用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我这个人很认真 发的东西 我每天要去查 而且查完以后 拍一拍打一打 第一次在外面买的时候 就是护肤宝 现在还有吧护肤宝 应该没有了吧 还有个 还有个亚方 亚方还有 等到四十多岁了以后 跟到同事在外面去出差呀 还到香港去玩呀 那个时候 第一次在香港买的是 是个什么名字啊 欧拉雅 欧拉雅 那是我自己接受 最大的品牌的 欧拉雅 但是你并不是说 从二十三十多岁 就用很好的护肤品 真的是最近几年才用的 才用的好的 真正用的高大上的护肤品 就是大老天 当美妆博主以后 大老天管买的 你知道我自己去下手去买 现在这有强还下不了的纵手 所以我觉得 运动和饮食 对于皮肤 比护肤品更重要 因为那个是从内里的呀 对呀对呀 运动每天要保持自己出汗 出了汗就是排毒 护肤品在短时间时 肯定看不出来的 一两年看不出来 十年以后 肯定就会看出来了 十年以后 你用好的和用擦的 肯定有区别 所以你要是经济 条件允许的话 肯定是蛮好的 好就有好的道理 它不可能无缘不过那么贵 所以你要坚持购买 好的 护肤讲完 彩妆 你最一开始化妆的契机 是不是就是我录那一期 给妈妈化妆啊 对呀 在那期之前 它是没有化过妆的 然后那期给她化完了之后 她发现 好看了好多啊 再加上 就是她觉得我这儿 化妆品太多了 我又浪费了 然后她就让我给她 弄了很多化妆品 她就自己当着导师 看我的视频学 对对 那期视频 跟我感触挺深的 确实不一样 漂亮很多 尤其是我每次化完以后 我一出门 好多人都夸 你现在的状态怎么这么好啊 你现在还年轻些了 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啊 后来我就跟他们说 我皮肤刮了灰的 他们说了 刮了灰你的底子好啊 真的是夸我的皮肤 好的人太多 实际上确确实是 是因为打了粉底的作用 因为我其实我打粉底 打的又不是很重 薄薄了一层 他们都看不出来 今天这个妆都 小眼前是我自己化的 对 今天的妆 我碰都没有碰 头发也是孙姐自己绑的 你们看孙姐的后面 她还用那个头发 把皮筋给遮住了 你看多精致 我无难的同学 就欧阳在外面碰到我妈 然后她就给我发信息 今天又碰到你妈了 她好精致啊 她怎么每天都化着妆啊 我说我妈现在只要出门 倒垃圾她都要化个妆 她说因为别人以为 你本来就长这样 你不能让别人看到 你就是不好看的样子 对 是的 我就是这么想 而且我真的是 亲眼目睹了孙姐的进步 她一开始画眉毛 那个眉毛画得非常丑 就真的是错误示范 你看她现在这个眉毛 是不是比在座的很多 小可爱都画得好 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她 那你是怎么有那个耐心 我越来然后手脚也没那么灵便 然后眼神也没那么好 对对的 所以我不画眼影来 我不画眼线来 因为不戴眼睛来 看不清楚 戴上眼睛没法画 那现在孙姐都有自己的 就是化妆包 里面化妆工具都可齐全了 对 我出那么多会带着 你上次陪我哥痔疮 你还在那儿化妆呢 当然来 不管我的死活 所以你们一定要学会化妆 一定要鼓励你们的妈妈 学会化妆 化妆太让人有自信了 不是说取悦别人 而且取悦自己 对 取悦自己 自己看着舒服 所以我化妆还要继续努力 下一发就讲讲医美吧 是吧 你都度了些什么 第一个项目就是切眉 给你们看孙姐以前的照片 就是一个三角眼 也就是感觉特别没精神 那个三角眼就真的显老啊 所以我每次录视频 拍照 我都贴双眼皮 切眉以后 对我这个鱼尾纹 和上面这个抬头纹 都有明显的改善 切掉了这么宽一块皮 所以你看我现在的眼睛 我觉得它是挺好的 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又做了去眼袋 并且来 把下面的松弛皮带 也切掉了一点 效果就更好 对我们这中老年人呢 这种松弛这种 只有通过医美 才能有效和直观的改善 因为这个年纪 也不可避免的 你哪怕是再有 用好的护肤皮 你没有办法抗拒的 这一点大老天 特别支持我 大老天刚才说 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们俩视频 你还不赶紧去做呀 你看你的三角眼 我觉得如果是你们的妈妈 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支持她 你还做了什么呢 就这两样 她现在的问题就是 法令纹比较严重 我这一次见她 明显就感觉 比上一次见她的法令纹 又深了一些 这几年用了 化妆品 护肤品 还高端一些 法令纹还不是要再加重 年龄到这个地方 老了 没有办法了 所以有些粉丝 小可爱们就提醒我 孙姐你要是 把那个法令纹 再打点什么玩意儿的 关上就会更年轻 不然我想想算嘛 反正从目前来说 我还暂时不想搞 她还行 她没有说什么 你没上瘾 没有没有 不会上瘾的 目前我这种状态 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 最后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什么时候吗 我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刚刚才有电脑这种东西 都不普及哦 可能一个单位里面 可能就有一两台电脑 她就从单位拿了一个键盘 在家练五笔打字 到最后 她都可以忙打 忙打得非常快的时候 她的那些同龄的人 可能有的都还都不会打字 不会打 你当时为什么想 要说要学呢 因为这个东西我不会呀 我去想学一下呀 那个时候 我都还是在 他走在我的前面 那肯定比一些时髦些的 你淘宝还是我教你的了 对 我淘宝还是孙姐 教我的这里怎么操作 那里怎么操作 你不会还是我告诉你的 对 我是个外向性性格 也比较开朗 所以呢 现在是我也喜欢接收 接收了以后 就肯定是想学了 尤其是大老田 当这个美光博主以后 我才了解了微博 到后面 我又自己又注册了账号 到再后来 又受大老田的影响 开始录视频 录好了以后呢 叫剪辑呀 我都学剪辑 她的那些视频 都是自己剪的 自己做的封面 然后没人教她 没人教 刚开始我想 让她来指导我一下 天还没回话 真的不指望她了 她一点都没教我 掉粉了 别说了 掉粉了 所以我就自己觉得 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不是天生的 还是你用什么办法 去达到的 就是你 好像就没有拖延症 这种事情 就要干什么 就马上去干了 就很干脆 她在工作中的能力 也很出色 她退休了以后 还被人家高薪聘请 她又去一个 私人企业那里干了六年 我这个人 好像一直都是比较 雷厉风行 这是肯定的 还有一个就是 比较喜欢学习新的东西 接受新生事物 就是你觉得是有趣的 没有觉得是痛苦的 对对对对 朋友都说 累得要死 打打牌不好啊 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看我录个视频 讲官视频啊 我把视频发布出去啊 和粉丝们怎么交流啊 沟通啊 我觉得很快乐呀 把我的人生啊 有个精彩的这个记录 加了以后 我动不了了 我干不了了 这就是我的一个精彩的回忆 后来抖音比较火了呢 我不是有一段时间 都没有更新吗 我又去拍抖音去了 她现在录抖 你现在还是那么走火入魔吗 有好一点吗 其实我拍抖音拍得好轻松了 我做饭的时候 还插个十分钟 你爸爸才回来 拍个抖音 我就感觉到特别快乐 她抖音主要是自娱自乐 我不一定非要别人看嘛 我自己看 我自己看得高兴 所以我觉得心态很重要 就年轻人会的那些事情啊 你基本都会 基本都会 披照片 发微博 录视频 什么B站啊 小红书啊 豆瓣啊 我都有 好啦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 欢迎孙姐来总结一下 所以说 老了不可怕 心态一定要好 乐子是自己找的 所以你为什么 美女就做那一隔 这么久的时间 因为她在想词 她自己写了一个结尾 自己要在那儿 好像背背背背了半天 要不你招点念吧 没没没没 重新来啊 重新来啊 来 Action 所以说呢 人生没有最晚的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 只要你开始了 都是最好的 我通过这次 来参加北京这个时装周啊 接触了一些 更时尚的一些奶奶老龙们 对我感受挺深的 那一看都是生活很自律的 不自律不可能有这种状态 所以孙姐也决定要做一个老臭美的时尚奶奶 或者是姥姥 时尚姥姥 我什么都没有拼到 所以有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你们现在年轻 更要规划好自己的生活 到了孙姐这个年纪 一定比我更精彩 哇 就说应该有掌声 哇 好啦 那这期视频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一定要把这一期视频 拿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用的 然后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和孙姐点个赞 拜拜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